欢迎大家收看拜登习近平三番式峰会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拜登都缺习 莫迪丢面子 中国警方因涉赌逮捕斗鱼创始人 碧安背后的加密巨头赵长鹏为何突然垮台 碧桂原入被支持防启白名单 警号中国简报 谁为习近平喊冤 借习远凭名头文章疯传 齐名正接班习近平 立先恢复地质 梁家河205 重大 船共军登陆舰龙虎山号发生严重事故 海上大火浓烟狂窜 王沪宁与宋涛相斗 台办相互举报恐出现第二个秦刚 王沪宁扩张势力 扶持复旦帮狠斗福建帮 警号明镜焦点2023年11月22日 马云减持又被盯上 阿里他一股都没卖 李克强悲剧重现 习近平甩锅李强单则金融危机 中国网红全家走线数月抵美 斗鱼CEO陈少杰被逮捕 并按挨罚天价43亿美元 警号新闻联报2023年11月22日 明镜电视完整版2023年11月22日 请大家收看 独特 费加罗报这样分析拜席会 网友 一 独特 费加罗报这样分析拜席会 北京长期以来宣传东升西降 习近平就金山出访后 中共媒体又是一通宣传 说习近平为亚太各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但法国费加罗报分析 APEC败协会 指中美两国分为一变 习近平因他肆无忌惮的攻击性和权力贪婪等战略错误 付出高昂代价 让美国和亚洲有所紧直 目前权力关系天秤已向美国倾斜 而中共绝非所向无敌 费加罗报专栏作家巴维飞19日针对美 终在这场会议后的权力关系演变进行分析 认为面对中共 美国再次掌握主导权 近年美中关系紧张 今年初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上空 更使双方互信降至冰点 而双方这次谨慎重启对话 带来了绥靖的讯号 费加罗报专栏指出 尽管拜席两人在会后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 但这次会面也让美终恢复 自2022年8月时任佩洛西访台后 便切断的军事联系管道 此外还讨论共同打击鸦片止痛计分泰尼 以及防止AI人工智能风险等议题 进展有限 中共警告没有任何事能阻挠台湾统一 美国则重申不支持独立 却也反对中国以武力控制台湾的立场 这意味着将继续向台运送武器 以面对北京入侵和封锁的风险 专栏还指出 中方对美国要求其介入俄罗斯和伊朗 以避免俄乌战争与加萨情势升温没有回复 美方对于锁定北京的经济制裁武器和半导体禁运 也没任何退让 两国对全面对话架构和对抗全球挑战途径并无共识 中共没有放弃数位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 美国也将持续经济 科技和军事围堵政策 就实质来说 什么也没变 然而分析指出 九金山的气氛已出现改变 拜登强势推动美国理性竞争管理途径和议程 而习近平面对其正面对抗战略的失败 则采取策略性后退 努力说服美国大企业家老板再次投资中国 这演变反映了载至21世纪历史两大巨头的权力关系天秤 以向美国倾斜 据中央社引述该报称 高级文官兼资深记者巴维黑说 习近平为太早对美国发动攻击的错误而付出高昂代价 也就是在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伊拉克和阿富汗挫败等一连串事件后 习便认为美国不可避免的衰落 习近平透过肆无忌惮的攻击性和对绝对权力的贪婪 让美国觉醒 并在亚洲动员盟国对抗中共强权 并让中国停摆 最后费加罗报专栏表示 接下来变量仍多 尤其美国明年大选 前总统川普有回国可能 就金山会面只是庞大文明冲突中谨慎迈出的一小步 却带来珍贵资讯 即21世纪不一定是中国的 以中共为首的极权帝国既会犯很大错误 也非所向无敌 只要民主国家制定和实施长期策略 并展露一致性和耐心 就拥有压倒极权的优势 二 美两院将提政卡侯案 切断流向中共资金 中共被认为是既要吃文明世界的饭 又要砸文明世界的锅 利用西方的技术资金挑战西方 美国共和党议员正在国会两院推动立法 希望赋予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F的问责权利 阻止INF向美国的敌人提供资金 在美国众议院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 富兰克林 11月21日周二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案 旨在阻止INF向中共 伊朗 朝鲜等美国的敌对国家提供资金 根据该法案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代表 不能就任何有利于某些国家的特别提款权分配 配额增加或政策修改 而进行投票 你不能把纳税人的钱给你的敌人 这只是常识 富兰克林说 不幸的是 拜登政府允许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向中共 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等我们的对手 转移数十亿美元 而其中大部分资金由美国提供 这些资金用于帮助这些国家扩张政治野心 并增加经济实力 富兰克林说 这导致美国处于弱势 我们的法案将加强国会的监督 防止美国纳税人的钱最终落入全球坏人之手 目前 有几位共和党议员共同支持富兰克林的法案 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格斯 比利拉基斯 比利拉基斯告诉福克斯新闻 美国政府对敌对国家不能绥静 这只会让这些流氓政权更加嚣张 我们必须采取美国优先的方针 从而重新获得我们的优势地位 共同发起人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兰斯 古登表示 他完全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案 这是确保美国资源不会反助对手 古登继续说道 这项法案将监督权还给国会 保护我们国家的投资 免受那些跟我们价值观相反 并威胁全球稳定的政权影响 另一位共同提案人 西弗吉尼亚州众议员亚里克斯 X慕尼表示 俄罗斯 中共和伊朗永远不应该收到一分钱 现在是国会收回对这些资金权利的时候了 在美国参议院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李克 斯科特正在领导类似的配套法案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特德 克鲁兹也参与提案 克鲁兹表示 敌对行为者和流氓政权利用IMF的特别提款权 来支持其经济和储备 这直接损害了美国通过制裁 追究此类政权的宗旨 从而损害了美国人的安全 美国早就该对此反击了 斯科特补充说 我们必须向全球恐怖分子赞助者和邪恶政权 发出明确信息 搭便车已经结束 你们的资金被切断了 他说自己在参议院提出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问责法 将禁止美国驻IMF代表支持世界上的暴政政权 也禁止暴政从美国籍盟友身上吸血 有网友说 美的这个法案一旦推行 等于卡住了北京的喉咙 三 民众在院内装气象仪 被指威胁国安遭重罚 中共的国家安全法 已经让普通民众动不动就掉进 危害国家安全的陷阱 据报道 近日浙江周山一业主 在自家院内安装了国产无限气象仪 并接入互联网查看气象资料 但被当地执法人员指其行为泄露气象数据 危害国家安全 罚款5000元 据周山日报 中国青年报 以及九派新闻等多家媒体16日报道 近日 浙江周山市普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查处一起气象数据信息外泄案件 对当事人张某作出警告 以及罚款人民币5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并责令张某停止使用该气象仪 湖南环化评论人士毛先生 21日周二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也留意到这条引起网民热议的消息 他认为当局此举毫无必要 这样做肯定没有必要 他们可能怕民众去了解污染或者空气污染 还以国家安全和法律的名义 但实际上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 一位人权律师接受采访时说 当局动辄用所谓的国家信息安全 对民众采取严厉的惩罚 令许多人感到不安 他说 这种做法非常恶劣 把国家安全放话 任何他们反对的事都被指涉及到国家安全 在中国社交媒体 此事引发众多网民的质疑 网民风轻良留言写道 央视每天公开发布气象数据 境外也能看到 另有网民说 公布给我们看到的气象信息 全是假的咯 重计议网民说 外国的气象卫星 是用来点缀星空的 自家装个气象仪 就威胁了国家安全 是不是太不自信了 公益人士陆军表示 无论居住在农村还是城市 公众都很关注气象数据 并不涉及国家秘密 因此不需要保密 他说 为什么在中国 人们对气象数据 有特别强烈的需求 要亲自去测气象信息 就是因为造假太严重 陆军说 各地当局有许多方式 限制民众的知情权 陆军相信 未来有更多的类似法律 用来限制民众的自由 包括自由表达权力 4 真的 民进党大佬 礼拜三前侯科配定了 2024台湾总统大选倒计时 国民党侯友宜 与民众党柯文哲蓝白河 因双方仍有分歧 在现僵局 对此 民进党前立委审负雄预测 22日礼拜三以前 就会蓝白河 侯科配定了 蓝白河谈不拢 柯文哲19日 在板桥逝世大会喊出 用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身份 听战到底 此话也被外界解读 难道侯科配是不可能了吗 沈富雄在节目pop大国民上表示 柯文哲话中有玄机 因为他说拼战到底 而不是参选到底 这也是柯文哲一年来的操作 不能泄露一点点的消息 沈富雄也说 蓝白非合不可 因为蓝白如果不合 最大损失将是柯文哲 柯会try everything 让礼拜三以前不能破 就是这么简单 大家看不懂 礼拜三以前就会蓝白合 侯科配定了 不过 到底要侯科配 还是科侯配 柯文哲20日回应 如果再也要集成 还是要集成出 最强的胜选团队去比赛 而柯文哲竞选办公室主任 周虞修也在同日表示 柯侯配看起来比较好赢 经过他们 根科的确认 目前没有侯科配的选项 声纳事件 余波未了 澳洲拉印度抗中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澳大利亚总理 阿尔巴尼斯周一 11月20日 就周澳冲突事件 首度作出回应 他在接受天空新闻 Sky News 采访时说 此事已通过适当的外交渠道 非常明确地提出 但他不会谈论于任何领导人的场外 私下会晤和讨论的内容 针对先前爆发的澳洲海军一位潜水人员 疑似因中国海军发出声纳脉冲 而造成受伤后 虽然中国政府否认此事 但关于阿尔巴尼斯 Anthony Albany是否曾在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晤前 向中方提出抗议的问题 正在澳洲渔波荡漾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领袖峰会前的11月14日 当时澳洲皇家海军图文8号护卫舰 HMS-2Omba的一名潜水员 正在清理螺旋桨上的渔网 此时附近的中国军舰 开始发出舰在声纳脉冲 很可能导致了该潜水员的耳朵受伤 阿尔巴尼斯在节目中说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我们以适当的方式提出了这些问题 但阿尔巴尼斯没有透露 澳洲政府是何时向中国提出了澳方的看法 也没有透露向中国的哪个单位或个人提出 此外 阿尔巴尼斯说 这起事件对修复两国关系的努力有害无益 随后 澳洲多家媒体曾多次试图询问澳洲政府相关部门 阿尔巴尼斯会中是否曾向习近平提出此事 但澳洲政府拒绝就此事做出明确回答 而针对该起事件和澳方的不满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周一 11月20日则指责 澳方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澳方提出严正交涉 警号警号警号专家 澳洲正在付出代价 虽然阿尔巴尼斯与习近平在APEC期间详细的会晤内容 不为外界所知晓 但澳洲部分政界人士和媒体人都认为 当中澳两国领导人稍后在旧金山举行会晤时 阿尔巴尼斯似乎没有向习近平提及此事 澳大利亚人报报道 澳洲反对党领袖达顿Peter Dutton指责 阿尔巴尼斯先前在与习近平会面时 并没有坦率地讨论北京在国际水域使用声纳脉冲的问题 对此 澳洲堪培拉大学研究员格拉坦Michelle Grattan 周一11月20日在网络公共政策讨论平台对话 The Conversation上发表文章指出 根据先前的声明 声纳事件应该已在适当层级得到处理 但阿尔巴尼斯面临两个问题 他是否曾向习近平提出此事 以及是否公开表明他已经这样做了 格拉坦指出 阿尔巴尼斯应该澄清他是否曾与习近平谈论过这一事件 不仅是为了透明 也是为了表明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 是否像他先前所说的那样强而有力 格拉坦说 如果阿尔巴尼斯确实提出了这起事件 为什么不说出来呢 而如果阿尔巴尼斯拒绝公开谈论此事 只是为了避免冒犯中国人 这是不可接受的 澳洲麦考虑大学安全研究和犯罪学系的资深讲师 拉维纳 比《老维难利》周三 10月22日在日金亚洲发表评论指出 中国海军这项故意的行为 很难证明北京正在真正寻求 与澳洲建立友好关系的新时代 比如说 鼓励澳洲企业对过去中国的贸易障碍既往不救 而且无视过去两年中国政治经济变换莫测的教训 显然是愚蠢的 他还批评 阿尔巴尼斯的行动也与澳洲宣称的 与美国和其他盟国一道降低风险 以减少在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 并应对潜在经济胁迫和经济脆弱性的承诺相矛盾 警号警号警号澳洲外长 中国前所未有的军事现代化 路透社报道 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ang周二 11月21日表示 澳洲国防人员的安全和扶植是坎培拉的首要任务 澳洲希望所有国家以安全和专业的方式运作军队 黄英贤在与印度外长苏杰生S.G.Sankar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些事件发生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和国际水域 澳洲的原则立场是 我们希望所有国家 包括我们自己 以安全和专业的方式运作军队 他重申了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一的主张并表示 在我们认为 在中国海军区逐渐发生不安全和不专业的互动之后 我们已向中国当局提出了严重关切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此前曾反驳事件发生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国际海域的说法 称中日在有关海域没有化解 不存在中方军事活动位于或者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的说法 印度时报报道 周一 澳国防部长马勒斯Richard Morlis在印度表示 中国是印度和澳洲最大的安全焦虑 并强调两国需要合作 他说 印澳共享海洋 从这个意义上说 印澳是邻居 而现在则是两国合作的最重要时刻 澳洲外交部长黄一贤周二也在印度表示 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军事现代化过程中 澳洲与印度的战略关系对于世界力量平衡非常重要 正在新德里参加两国二加二对话 即两国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对话时 黄一贤警告 中国一直在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军事现代化 黄一贤还说 印太地区需要伙伴关系 以确保自由和开放的秩序 并确保他不被任何大国主宰 这是一个以主权为基础的地区愿景 综合报道 王岐山与旧部最后晚餐泄露辛酸事 网友 一 王岐山与旧部最后晚餐泄露辛酸事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曾是18届中共中央委员会权力仅次于习近平的人物 被外界指 中共大员由于恐惧 宁见阎王 不见老王 近年来 其朋友和旧部被抓 被查 舆论认为他已失事 有资深媒体人透露 多年前 王曾对20多名旧部坦言 他已没有能力再为大家撑伞党羽 大家各自好自为之 但随着王岐山的密友 旧部被当局拿下 舆论普遍认为 王与中共党魁的关系出现裂痕 逐渐被边缘化 2020年9月22日 与王岐山一友一失的北京地产大亨 中共红二代任志强被判刑18年 同年10月2日 随王岐山几十年的大秘 中央巡视组前副部级巡视专员董红被调查 2022年1月 董红被判死缓 法国世界报曾报道 和王岐山走得近的任志强 董红两个人受到中共当局的惩罚 董红落马后 有关王岐山失宠的谣言也开始疯传 文章说 任志强家族和王岐山家族几十年以来 关系都很好 任志强受到极为严厉的刑罚 不仅被认为是对所有红二代发出的警告 这也显示 王岐山没有能力或者是不愿意为他辩护 有学者指 董红被逮捕 对王岐山来说 不是好兆头 因为 在大多数情况下 秘书或亲密朋友受调查 都是预示着 相关的领导人即将倒台 王岐山近年来颇为低调 而他多年前的一番话 获盗出了中共高层内斗激烈的真实情况 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蔡慎坤 今年11月20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文表示 在中共十八大闭幕后 在今与十几个人聚餐 有人说 王岐山如果靠反腐立威 很可能信心爆棚 会对习构成潜在威胁 果不其然 五年反腐王一度成为中共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中纪委书记 但在十九大之前 王就俯首称臣彻底认输 文章最后透露 王岐山卸任之前 曾向中共中组部推荐两名亲信出任人大常委 一个是中央巡视组办公室主任李小红 一个是担任过中央巡视组组长的董红 最终两人都被搁置 2016年7月16日 王岐山对20多个非常质疑的旧部坦言 这是大家最后一次见面聚餐 以后应该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也老了 没有能力再为大家撑伞党语 大家各奔天路好自为之 文章表示 如此悲壮的一次晚餐 也注定了王岐山晚年孤期的命运 蔡生坤近日发推特指出 2012年王岐山接掌中纪委书记时 政治局势并不明朗 在江湖后背力量的包围中 如果选择与江湖达成默契 或许还有机会挑战王位 王岐山在清洗前朝官员时 除了执行习的指令 完全可以听听江湖的意见 至少保留江湖已中的人马 政治天称很可能发生倾斜 不至于完全倒向习 但他完全听命于习 疯狂整肃江湖的人马 也意味着沦为习的帮凶和打手 而这样的政治打手最终必然被无情抛弃 2.三中全会迟迟不开 原来因为这 按中共官场惯例 中共三中全会通常在10月或11月举行 除非特定年份可能在1月或2月举行 不到一年就有4名中共中央委员被拿下 已成为舆论的孝资 中共二十大后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高层内斗激烈 有消息指 因为中共党内权力斗争 到目前 三中全会何时举行仍是未知数 11月20日 自由亚洲专栏夜化中南海高新的文章说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接连发生的外交和军队系统的高层人士翻车 或许是导致本应在今年三中全会 至今仍没有动静的主因 秦刚 李尚福 李玉超 徐忠波都是在去年二十大当选的中央委员 三中全会如何能避开他们的问题 文章认为 这四人当上中央委员不到一年时间 就又要撤销他们的中央委员职务 对宪政权来说 实在尴尬 而一次就高达至少四人之多 被处分的情况是从未出现过的 文章分析 现任中共党魁目前暂无出访计划 所以本月底的政治局立会 应该不会因故取消 而本月底的政治局立会 若能如期举行的话 会上宣布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 仍然还会赶在今年之内 哪怕是12月月底 是很有可能的 11月9日 日经亚洲评论 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科二撰文透露 一位观察中国国内外经济政策 约40年的专家表示 目前20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被拖延 是由于10年前18届三中全会上 做出的重要决策尚未实现 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文章引述一位熟悉当局经济政策的消息人士猜测 到时候 20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可能会同时召开 自媒体评论人士张天亮曾分析指出 如果三中全会不开 一定是现政权的内部出了问题 有些东西它不能确定 或者政治局没有做出决定 所以就没办法开三中全会 此外 现政权的团队现在已开始撕裂 两个亲信蔡奇和李强之间出现争权的迹象 但大家更多关心的还是对四位出世中央委员的处理 高新的文章认为 不管是秦刚也好 李尚福 李玉超及徐中波也好 无论日后的党内的最终处分有多轻 都逃脱不了被踢出20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 文章分析 秦刚的中间下场就是开除中共党籍 但不被移交司法 所以仍能保住公职人员的饭碗 最坏下场当然就是进秦城了 至于军方的李尚福等三人 未来的下场没有道理会比秦刚来得清 最大的可能都是开除党籍 军籍 取消上将军衔以及移交军事法庭 按规律 李尚福应是副国籍及中央军委委员级别 所以日后对他的军法处理结果应该会公之于众 台湾陆委会委托学界分析会前局势 也研判二十届三中全会可能在今年12月举行 会议主题料将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及完善分配制度 三 阿根廷新总统毕居中共 北京紧急警告 阿根廷总统大选推举极右翼自由经济派米莱上台 引发国际震动 米莱明确拒绝加入金砖集团 推举巴西与中国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中共均表态准备好与阿根廷新当局合作 北京还是警告 断绝与中国合作将有严重后果 路透社消息报道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纳格尔基耶娃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一军表示 他们已准备好与阿根廷当选总统哈维尔米莱合作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要推动中阿关系行稳致愿 并强硬表示如果阿根廷断绝与北京合作将是严重错误 阿根廷当选总统哈维尔 米莱曾踢平中共和巴西 但两国都是阿根廷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米莱将中共政府比作刺客并称中国人民不自由 此前俄罗斯俄新社援引消息报道称 阿根廷不会加入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金砖国家 阿根廷是受邀成为金砖国家新成人的六个国家之一 该集团的成员还包括巴西 印度和南非 当被问及阿根廷是否会鼓励与中国和巴西的进出口时 经济学家戴安娜·蒙迪诺告诉俄新社 阿根廷将停止与中共和巴西政府互动 米莱对中共的强硬言论与即将卸任的总统阿尔贝托 费尔南德斯的合作誓言形成鲜明对比 费尔南德斯上个月访问北京 并称赞中共是阿根廷的真正的朋友 费尔南德斯还承诺在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框架下 与中国进行协调 路透社说米莱也严厉批评 气候变化是社会主义的谎言 而教皇方几个则站在血腥独裁政权一边 4 处罚严厉 香港公务员辞职朝25年新高 据报道 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后 香港公务员辞职人数持续上升 港府数据显示上年度辞职人数接近4000人 辞职率达2.2% 属1997年回归以来新高 再加上未能聘请的人数持续扩大至上年度的1.9万人 而退休人数预计在未来五年议会处于高峰期 情况令人忧虑 工会总干事梁仇廷直指 公务员流失一直有影响港府效率 而港府因应问题而降低聘用条件 更令人怀疑它能否维持 文件显示 上年度辞职人数接近4000人 较之前一个年度的3734人多 辞职率达2.2% 港府声称 这辞职率与2021-22年度相近 辞职率已见放缓 但实际情况是 辞职率是在高位微声横行 继续维持香港回归以来的新高 根据公开资料 有铁饭碗支撑的公务员 辞职率一向偏低 分析认为 目前港府加强纪律惩处和加快惩处程序 影响日后升迁 工作稳定不在 梁绸廷说 这自然会令年轻一代却步 又获入政府尝试后便离开 导致辞职率高 斐济总理 或与中国合作重要港口造船厂项目 联合早报 斐济总理蓝布卡说 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后 斐济可能会与中国就一个重要的港口现代化 和造船厂项目进行合作 据路透社报道 兰布卡星期三 11月22日告诉斐济议会上述消息 并说他的政府重点关注基础设施的升级 特别是港口设施和造船厂的现代化 报道称 斐济此前也曾寻求澳大利亚参与其造船厂项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 今年建造的船舶数量占全球总数的一半 兰布卡说 鉴于中国造船业具有全球竞争力 我预计在这方面可能与中国进行合作 兰布卡上周在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 APEC论坛期间首次会见习近平 他星期三表示 斐济认同中国的全球安全愿景 并且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符合我们国家的发展议程 据中国央视新闻报道 习近平在兰布卡会面时说 中方愿同匪方推进基础设施 农林渔业 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助力斐济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扩大进口斐济特色产品 支持中国企业赴斐济投资 鼓励更多游客赴斐济旅游 中国到底从小以色列那里获得了多少技术 特别是军事技术 美国之音中文网 11月21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 BREX特别会议时再次表示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的根本原因是 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 在以哈冲突中 中国官方的立场一直被指为侵哈中立 貌似中立 实则偏袒哈马斯 而中国民间反以色列的情绪更是高涨 中国微博大力环球时报前主编胡锡进 前不久曾说 就算中国这个时候不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小以色列也没有资格计中国的仇 因为中国是大国 以色列不敢真的得罪中国 分析人士说 中国清巴勒斯坦的立场 一定会让以色列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 特别是两国的军事以及其他技术合作的关系 以色列曾是中国无人机技术的老师 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后 以色列急于采购价格低廉的小型四轴无人机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从美国运往以色列的数千架无人机中 有许多是中国公司制造的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的无人机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 但中国无人机技术能够得到发展 却离不开以色列的帮助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刊登的报道中 就提到中国无人机发展的第一阶段 技术引进阶段就来自于从以色列的采购 在搜狐拥有近七千万阅毒量的军事国主炮霸707军情小战 今年12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以色列称为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老师 1994年 以色列向中国出口哈比反辐射自杀式无人机 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反辐射无人机之一 也是中国当时用作突破台湾防空体系的杀手锏 中国之后对该无人机进行了逆向工程测绘 并将仿制型号ASN-301反辐射无人机装备于中国军队 2017年 中国将该仿制型号上架展销时 许多中国媒体用了从仿制到出口作为标题 可见以色列技术对中国提升军事力量的影响 以色列虽然面积只有2万2千多平方米 人口只有973万 根据2023年的最新数据 但一直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之一 以色列的科技与创新的能力在全世界范围都处于领先 根据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以色列排名所有国家中的第16名 2023年 在美国研究公司Startup Genome进行的 全球最吸引初创企业和创新的生态系统的年度调查中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上排名第5 该调查也显示 以色列是人均创业比例最高的国家 在科技领域中 尤其是在敏感的军工领域 以色列给过中国极大的帮助 以色列和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甚至在以中正式建交前 以色列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技术和装备 包括哈比反辐射自杀无人机 怪蛇三空空导弹和湿式战斗机等 来帮助中国升级其陆军和空军 以色列不仅对中国出口怪蛇三空空导弹 也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 该导弹被中国国产化后 命名为PV8空空导弹 这是中国首个性能先进的空空导弹 极大提升了中国的战机导弹能力 新浪网的报道中将这称为来自以色列的馈赠 以色列不顾美国的压力 与中国保持了多年的技术合作 1989年 北京六四事件后 当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 和多项其他限制之后 以色列是为数不多与美国和中国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 上文提到的哈比无人机是1994年以色列出售给中国的 不过 2004年 以色列因为美国的限制而没有帮助中国进行哈比无人机的技术升级 这期间 以色列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也曾因美国的反对出现过几次波折 2000年 以色列原定向中国出售法尔康记载预警系统 但美国政府限制以色列向包括中国在内的27个国家的武器出口 该销售因此取消 2013年 美国认为以色列向中国转让美国的机密的导弹技术和光电技术 当时以色列国防部国防出口负责人不得不辞职 法尔康和哈比事件标志着以色列和中国军事技术合作的一个转折 以色列智库阿巴埃邦国际研究所 阿巴埃本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iplomacy的亚洲政策项目主任 吉达利亚 阿福特曼 格德利亚阿福特曼 告诉记者 由于以色列出口任何军事科技 对中国基本上都要得到美国的批准 以色列和中国的合作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变 从以前以军事为中心的互动转向民用技术和基础设施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睦 Timothy R. Heath博士在邮件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 在华盛顿多年前施加压力后 以色列已经减少了与中国的许多国防合作项目 何天睦认为 美国对以色列与中国合作的担忧部分源于智能安全风险 他还表示 以色列对解放军的援助可能帮助中国开发出能够在台湾附近发生潜在冲突时 瞄准美军的武器 虽然国防合作项目减少 但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技术 生物制药 人工智能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创新与研究合作却在增加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中国连线China Connect数据库显示 以色列虽然没有正式签署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但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一带一路项目却以设在以色列的为最多 2015年 上海国际港务获得了海法新港码头25年的特许金营选 待港口在2021年开港 海法是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停套港口 2015年 江苏省长州市新建了首个由以中两国政府共同签约建设的创新示范园区 根据官网资料 该园区内聚集了以色列独资或者两国合作的企业共188家 促成两国科技合作项目共46个 涵盖智能制造 生命科学 新材料 现代农业等多个产业领域 2022年 长州市已举办了中国以色列创新合作周 在以色列擅长的农业科技领域 以色列将先进的灌溉和种子培育等技术带入中国 以色列的奈特菲姆公司为极度缺水的宁夏带取了先进的滴灌技术设备 和提供了综合定制的滴灌解决方案 得到了中国官媒光明日报的称颂 以色列也积极将海水淡化技术引入到水资源匮乏的中国 并于2007年参与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位于天津的海水淡化项目 以色列和中国的友谊在2022年1月时得到过习近平的褒奖 他在与以色列总统埃萨克 赫尔佐格 互至赫电时指出终以建交以来 两国人民有意日益深化 双边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以色列不顾美国压令与中国合作 也常常被中国官方媒体称赞 今年5月 中国官媒新华社就刊登了一篇名为 美国阻止以色列与中国合作 这不是破案是什么的文章 提到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创新合作 是真诚的 互惠的 中国有广阔市场 以色列有先进技术 两者是天作之和 以色列人大多认可同中国的友谊 也认可中与之间的创新合作 以色列还是世界芯片研发和制造大国 这里拥有近200家芯片行业的公司 是苹果 三星 高通等芯片巨头研发中心所在地 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 以色列对华半导体和芯片出口大增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上的数据 2018年 以色列半导体对中国出口增加了80% 达到26亿美元 中国的侵哈中立或让以色列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10月7日 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布恐怖袭击后 中国一直没有明确谴责哈马斯 被很多人认为是侵哈中立 11月21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 BREX特别会议上依然没有谴责哈马斯 并表示以哈冲突的根本原因是 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 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穆说 在北京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之后 以色列与中国进行此类防务合作的热情应该会降温 他说 中国拥抱了巴勒斯坦的诉求之后 中国与以色列在基础设施 技术 教育和科学等其他领域的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 他认为 北京采取支持巴勒斯坦立场 可能出于中国对中东地区穆斯林国家石油进口的依赖 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捍卫者和领导者 以及提高自己在穆斯林国家中的声誉 以色列智库阿巴埃邦国际研究所阿富特曼说 虽然近年来以中关系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 但直到10月7日前 双方都有兴趣保持富有成效的关系 如果不是因为以巴冲突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原计划于2023年10月访问北京 阿富特曼说 中国从10日7日以来的行动表明 以色列在其战略考量中的排名并不靠前 而且中国也认为在更重要的地区和地缘政治战略博弈中 对以中关系的损害是可以控制的 但阿富特曼说 中国未能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残暴袭击 这引起了以色列的失望和愤怒 再加上中国媒体和社交媒体上 极端反以色列和反犹太言论的增加 更让以色列人意识到 尽管中国声称中立 但他确实选择了立场 他认为 这可能会推动政策思维的转变 即以色列将会限制对中国的依赖 阿富特曼预测 未来以色列可能还会保持 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 但两国之间建立更紧密政治伙伴关系的前景 可能会遭到限制 美媒评论 习近平的承诺不值信任 拜登是傻瓜 自由时报 财经频道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APAC高峰会后 两国似乎缓解紧绷关系 担任川普政府的白宫贸易顾问纳瓦洛 Peter Navarro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指出 习近平的承诺根本不值得信任 与共产党谈判是服务中国 他批评拜登是傻瓜 中国一直把美国当傻子 而习近平进行了成功的政治宣传 Navarro曾在川普政府中担任总统顾问 贸易和政策总监 他写道 在白宫的四年里 目睹了川普与中国独裁者习近平 在不公平贸易和台湾议题 以及中国制造的产品和药品等关键问题 进行巧妙的谈判 他获得的结论是 与习近平谈判只是服务共产党中国的利益 因为独裁者习近平根本不值得信任 无论习近平做出什么承诺 共产中国都将继续向美国市场 注入非法补贴产品 许多产品将使用窃取的智慧财产权进行制造 随着贸易逆差增加 美国消费者将为中国军队提供资金 同时将大量美国财富和资本转移到中国 无论习近平向拜登做出什么承诺 共产主义中国都将继续运送到墨西哥使用的大量化学品 包括为了制造分泰尼一种类鸦片的止痛剂 中国工厂还将提供生产从可卡因 海洛因到摇头丸和冰毒等各种物品所需的毒药 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将继续死亡 并削弱美国的劳动力 无论习近平做出怎样的保证 中共日益庞大的军事力量最终都将入侵台湾 如果没有强大的美国领导力和做好战斗准备的美军 这种入侵是不可避免 那瓦尔尔最后提醒 在气候变迁方面 共党中国将透过同样快速建造新的燃煤电厂 继续迅速扩大碳足迹 同时 当拜登的绿色新政扼杀经济 抵消美国在石油生产方面的巨大优势下 再次让美国轻易成为沙乌地阿拉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 哄抬物价的牺牲品时 习近平和他的顾问们将会大笑 两岸 习近平 协调以巴冲突立场 有利金砖国家扩充合作 RTI杨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1日晚上说 当前形势下 金砖国家就以巴冲突发出正义之声 和平之声 非常及时 非常必要 就这一问题 协调立场采取行动 是为金砖国家扩增会员后的大金砖合作 开了的好头 央视新闻报道 习近平21日晚上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以巴问题特别视讯峰会发表讲话时 做上述表示 他说 加萨高塞地区的冲突已持续一个多月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灾难 并出现扩大外议趋势 中方深表关切 习近平提出 中方主张说 当务之急 一是冲突各方要立即停火指战 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 释放被扣押平民 避免更为严重的生灵涂炭 二是要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 向加萨民众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 停止强制迁移 断水断电断油等针对加萨民众的集体惩罚 三是国际社会要拿出实际举措 防止冲突扩大 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稳定 他说 中方支持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 就以巴冲突通过的决议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主持通过了安理会第2712号决议 各方应该将决议要求落到实处 习近平主张 以巴局势发展至今 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 他多次强调 解决以巴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式落实两国方案 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力 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他强调 不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中东就没有持久的和平稳定 中方呼吁 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际合会 凝聚国际促和共识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全面 公正 持久解决 习近平说 这波以巴冲突爆发以来 中方积极劝和促谈 推动停火指战 为缓解加萨人道主义局势 中国已透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和联合国机构 提供了20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透过埃及向加萨地带 提供了价值人民币1500万人的食品 药品等紧急人道主义物资 并将根据加萨人民需要 继续提供物资援助 他提到 中国作为11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已经推动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 要求延长人道主义暂停 和人道主义走廊的期限 保护平民 展开人道主义援助等 习近平表示 金砖合作机制是新兴市场国家 和开发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维护共同利益的重要平台 今天 金砖国家就以八问题协调立场 采取行动 为扩原后的大金砖合作 开了个好头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